总统拜登竟然在发表谈话时爆粗口 当时他似乎忘记关麦克风 面对记者的提问竟然骂对方是愚蠢的杂种 全程都被放松出去 白宫内阁会议前发表简短谈话 美国总统拜登又出错了 当福斯新闻记者大声提问通货膨胀问题时 拜登似乎忘记麦克风没关 爆了粗口 大骂对方是愚蠢的杂种 透过麦克风放松还直播出去 全场都听得清清楚楚 对此拜登火速致歉 亲自打电话给记者 强调言论无关个人 这并不是拜登第一次咒骂记者 去年6月 他和普丁双边峰会后的记者会上 就喊一名CNN的女记者唇枪舌战 为什么你不肯定他会改变他的行为 我不是肯定他会改变他的行为 我不是肯定他会改变他的行为 你什么都会改变 指着记者骂说你入错行 显然动了肝火 不过没多久他就公开道歉 但也抱怨记者们 从没问过他正面的问题 听起来心不甘情不愿 对媒体还是有诸多不满 记者综合报道